受到全国瞩目的香港富商遭到绑票一案 27号晚间由警方专案小组在云林一处公寥公间 顺利救出黄姓富商并且逮捕多名的嫌犯 而为了要慰绕破案有功的人员 警政署署长陈国恩在28号上午 也特别来到了新店警分局颁奖加冕 新店警分局也特别强调 对于任何的犯罪行为都会全力依法侦办 绝不容许歹徒逍遥法外 全身不断发抖 双手核实香港富商黄玉坤看得出来十分惊恐 而警方也不停安慰 27号深夜10点多 警方在云林口湖乡及四湖乡交界一带公寥 顺利救出遭绑架的港商黄玉坤 这起绑票案历时一个多月 全案由台北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侦查 包括警政署刑事局 新店警分局 新北市刑警大队等单位 连日弃而不舍的追查下 终于侦破 也让肉票平安获救 这起案件引起了全国注意 各大媒体争相以头条报道 而为了慰绕专案小组人员不眠不休办案的辛劳 警政署署长陈国恩 28号上午来到了新店警分局 颁奖表扬破案有工人员 其中新店警分局分局长李安纯也率领侦查队等同仁受奖 另外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及警察局长胡沐元也到场加冕 根据了解 本案发生于9月20号上午 香港富商黄玉坤在新店大峰路住家附近 遭到一台黑色车辆上的不明男子挟持上车 去向不明 家属随即报警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经过多日侦办在台北、新北、桃源、云林等地 拘捕蔡信15名嫌犯盗案 新店警分局表示 自此案发生后投入了许多警力 日益激烈全力查办 并抢救肉票 对于任何犯罪行为都会依法侦查 追弃及逮捕 绝不容许歹徒逍遥法外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